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达老家以后 看到父亲的皮卡车 他的心定下来 下车进屋未见父亲 气氛格外阴森 他随即拨通父亲电话 发现手机被放在台上 正在他沉思时 狗叫声传来 顺着狗叫声来到地下室出口 他想起父亲就在里面 二话不说就下去 果然他在地下室找到昏迷的父亲 发现他的肩膀上被咬伤了 在他快把父亲带出地下室时 一条巨额出现 海力吓得惊魂之错 幸亏有格兰挡住 巨额不拔 此时他意识到 这不仅要面临暴风雨的来临 而且是一场对抗巨额的恶战 突然电话响了 手机还落在刚才营救父亲的地方 海力决定再次冒险拿回手机 在他成功拿到手机返回途中 惊动巨额 腿被落雨咬伤 被迫他到另一个地方 多次尝试于父亲会面无果后 父亲提出B计划 让他到一个暗道逃生 依然没有成功 看着水势越来越高 他游到窗边求求 看见三个偷上面的小财 本以为看到希望 没想到 却眼睁睁看着三人被鱼群吃掉 正当父女两人出手无策时 伟恩前来援救 结果不但没有救出人 反而自己葬送性命 希望再一次破灭 海力决定放手一搏 从巨额的入口通船馆出去 最终他凭借自己的水性 成功逃出来 并且他父亲一时快死房的前一秒 让他救出来 本以为万事大吉 没想到水已经淹没车子 要想出去 只能靠对面那艘船 父亲鼓励海力 用比鳄鱼还快的速度游过去 海力也做到了 成功地将父亲和小狗接上船 祸不单行 飓风也来了 洪水将他们再次冲散到屋子里 现在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寻求救援 在想办法的过程中 海力手再次被咬伤 而他父亲更是被巨额咬断一只手 最终 凭借两人的坚持和努力 两人爬上房顶得到救援 故事讲完了 整部片子表现的就是信念和勇气 片中 海力父亲一直在鼓励他 给他信心和勇气 所以最后才能成功 小伙伴们 你们的信念是什么 你做过最勇敢的事又是什么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 大家评论 我都会看的哟